苗栗静元电子发生群聚感染消毒工作 包括附近地区 两名菲律宾籍移工确诊感染源还不明 但是匡列的同事也确诊再加11例 他们都是在同一家公司 大概有共同的一个工作的场域 还有就是他们的宿舍是居住在一起的 静元电子的感染6月1号两人确诊 6月2号新增11例包括台湾籍40岁的工程师 还有10名外籍移工多住在宿舍一年内未出国 担心疫情扩大县府专案处理 6月3号全公司快塞估计7300人 另外还有新增案8985 是33岁的台湾男性作业员 不属于金元电子公司 至于南投新增一例比较令人担心的是 他几乎每天都会到草屯 闭山邮局寄东西 还有7-11因为他是直播工作室的员工 上午直播下午寄货 19号下午4点多返家前他去过面包店买面包 27号傍晚4点多也曾去过全家 县府公布了他的足迹 另外启动东方红裁检专案 从现在到6月9号 针对东方红的消费者还有从业人员 电话预约评估检测 裁检结果尽数以简讯通知身份保密 TBS新闻谢古金陈加贵物书屏苗栗南投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